我们做的是压气的动作 那接着下去呢 我们做的叫平背顺肌 就脊椎就上下这样跑 之后啊 结束了 对不对 做得很好 你看那个江泽 他脊椎还不是很正 你看说那个头一直弦 有没有 表示他脊椎还没有到完全很正的状态 再压一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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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让他正比刚才更正一点 我会利用我大腿的力量 让他做比较更深层的压锡 先不要正回来啦 我们现在做一个叫做左右悬腰的 左右悬腰 请你把手打开 保持 手心要向下 好 好 转到这边来 那个头要向左边 我们叮一分钟 一次一分钟 好 第一动 第一动我们是让他动 我们肌肉有两种肌肉 动肌肉是动肌 就是速肌 快速的速 现在训练的速肌 他一种肌肉的慢肌 我们叫做 让你肌肉比较有耐性的慢肌 现在先动 动动 也符合我们医护疗法 因为所谓力学两种的 一种健力学 一个动力学 它属于动力学的方面 好 再来 翻过来 一分钟到了 嗶嗶嗶嗶嗶 那换右边了 头转过去哦 来 这样子再拉这一边了 要不要拉这边比较松一点 叫到姐妹松一点 有松一点就表示 你左脚是长脚 会松的 右脚是短脚 刚才先坐右边 你觉得你会拉得紧 所以因为你右脚是短脚 哦 右脚是短脚 左脚是短脚 你的左脚 你左脚是长脚 这样拉就会紧嘛 对不对 会紧 这样拉比较紧的比较松 OK 好来 没关系 好来 我再剪掉 剪掉